全身黃的刺河豚寶寶首度公開 在館方細心照料下 一窺孵化到小寶寶成長的樣貌 我們台灣大部分 我們看到了都大概都已經差不多10公分 或是20公分 那像這種只有幾公分 只有一兩公分這樣的小魚 應該目前就只有我們海客館有 那這一次當然海客館非常的幸運 剛好有碰到我們養的刺河豚 然後自己自然的產卵受精 然後我們有機會從頭開始照顧 這個刺河豚寶寶去看他整個的變化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些養殖技術的累積 未來針對不同的物種 我們都有那個能力去呼籲他們 然後把他們養成 可愛的六斑二尺寶寶有嚴重的挑食現象 讓四育圓很傷腦筋 因此嘗到野外採集蘿類、藻類、藻鉤蝦 等不同釉料生物每天餵食5次以上 所有的歷程都被記錄下來 成為很好的海洋教育素材 這個技術真的很棒 然後也營造一個很好的環境 在整個這個過程 我們就可以作為 把它的歷程都把它記錄起來 剛好去補了我們在講海洋生物 其實有很多種類的生物的歷程 其實你在史料是看不到的 那我們這一次剛好是我們人工養殖出來的 而且整個觀察過程 就我們同仁都會把它記下它的成長歷程 那剛好未來也可以做一個 我們在講海洋教育很好的一個素材 被記錄下的生態都在朝進智能海洋館內 除了全身不滿刺激的六斑二尺臀外 還有不同種類的臀類 香臀跟刺耳臀不一樣 是它的外殼 它的身體的那個整個那個那個 鱗片就癒合成骨板 所以它是硬硬的 所以好像箱子一樣硬硬的 歡迎民眾把握機會到海科館 朝進海洋中心看可愛的河豚寶寶 若看到忙碌的私域員 也可以跟這些海洋生物照顧的保姆們 打招呼哦 記者蔡小君 基隆報導 記者蔡小君 基隆報導 記者蔡小君